瑞士永遠保持中立 在歐洲打得很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 它都一一避過 敘利亞 由2011年開始 慘烈的戰爭一打11年 幾千年文化被摧毀 身處在同一個世界 但是大家好像活在平衡時空 過著差天共地的日子 游走世界天雨地 11月21日起 星期一至三晚十點半 翡翠台